今天娘子给大家换个口味 讲一个国产玄混大篇 九州传 话说九州大地各族各占一地 人族打败了生活在天空之城上的羽族 在羽族城市的遗迹上创造了一座天空之城 故事的男主是一个个性放荡不羁 以头盗为生的小伙子尼空空 作为男主他当然异于常人 那就是他的右手会发光 小时候因为手会发光经常被欺负 不过谁能跟我解释一下 小时候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长大之后却跟我明星要操着一口 爱我口音是啥回事 这不重要 我是来看玄幻剧制的 可是大陆啊 你这表演风格是不是跟加勒比海盗里的杰克蝉状学的呀 怎么总套入着一股妖娆的骚呢 尼空空有一个小宠物 长得蠢萌蠢萌的小可爱 多卡 这小东西不仅爱吃爱放屁 关键时候还能当球体 有一天尼空空因为卖假货 坑了黄金女王大人被抓住 大人做人留意线 他日好相见的 饶了我吧 请叫我青春无敌人见人爱的娘子女王大人 为了将功赎罪 尼空空答应娘子女王大人帮她做单大的 于是两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起了嗅嗅 做起了脚椅 听说村东头君王府家奇珍一宝 数不胜数 这不要开展览会了 你去给老娘偷个宝贝呗 好嘞 要说这个君王吧 就是爱收藏宝贝 不仅收藏还爱显摆 刚得了一件据说可以打开天眼的羽族的宝贝 就拿出来浪了 来来来 快看 这可是可以打开天眼的宝贝啊 话没说完 一群长得奇形怪状的羽族人就闯了进来 哎哟我靠 这造型是靠色奥特曼里边的小怪兽吧 一群丑八怪羽人要抢这件宝贝 瞬间杀光了一屋子的人 哎哟哟哟哟哟哟 这个长着黑翅膀的鸟人还是个触角怪 尼空空去君王府的仓库偷东西 刚好碰见触角怪的手下 听说他们要去灵异山找宝盒 作为一个盗圣 尼空空当然不会错过达到宝盒的机会 女主黑羽是个羽族人 不过他却在人类的皇家护卫队里上班 而且他的哥哥是触角怪的手下 本来想要跟着护卫队查案子 却被告知自己是通缉犯家属 于是决定私下自己查案 所以有主角光环就是不一样啊 别的羽人都是这样的 啊那这样的 只有女主长得花容月貌 就是这美童有点不计较呀 尼空空来到灵异山 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打开了宝库的大门 哇哦 好飞的一堆屎克朗啊 尼空空随着自己发光的手找到了宝盒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个宝盒里的东西一定和尼空空 有着某种剪不断 你还乱的关系 这时黑羽的哥哥出现要强作宝盒 然后黑羽忽然跳出来 来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华丽转身 美女救英雄 接着黑羽就和哥哥上演了一部家庭伦理大戏 大概就是 你就是个傻逼 你才是个傻逼 你就是个傻逼 你就是个傻逼 你才是个傻逼 之后黑羽得知了这个盒子里 是一颗胶珠 是可以和之前触角怪强走的那个宝物 一起打开天眼的钥匙 打开了天眼 人类就会被毁灭 羽人就可以统治九州 听起来好牛逼的样子呀 黑羽的哥哥逃跑之后 黑羽和尼空空被皇家护卫队一起抓进了牢里 正当尼空空使劲浑身解数 疯狂把妹的时候 我们的男二 一个骄傲而又单纯的王子出现了 神助攻的救出了尼空空和黑羽 三人型小组正式成立 三个人在床 三个人 三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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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在床上 三个人在 三个人在床上 男女主话不投机 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不要问我为什么打了起来 毫无理由的爱 毫无理由的恨 这才是电影的最高境界 男主一怒之下 砸碎了女主的项链 哎呀 快看 黑羽长出了一对灵魂鸡翅膀 呃 不对啊 人家叫黑羽 导演 你给人家弄一对白色鸡翅膀 算怎么回事啊 好累啊 不过没关系 不管是什么颜色 都可以做出一样味道的烤鸡翅 尼控控这回 可是真正的溜了一回鸟啊 黑羽掌握新技能之后 尼控控再也 按捺不住自己狂热的内心 这么牛逼的技能 我们组个组合吧 呃 就叫 就叫 凤凰传机 怎么样 嘿嘿嘿 三个人一行来到了 号称九州拉斯维加斯的小岛 他们要找一个反祖猿人 打开这个锁着胶珠的盒子 不过猿人生性好赌 已经被赌方老板给关了起来 于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一行人使出了终极必杀计 四诱 黑羽太子妃上身 哇 小娘子 这种心动就像五里红顶 不由自主和你心心相依 黑羽狂冠老白杆 吐得昏天黑地 这时老板发现了王子的真实身份 激动地抱着王子一顿哭呀 你可想死我了呀 王子呀 我是你十三多年了 带到处义呀 老板跟王子蓄起了旧 被尼空公和黑羽 逮个正着 至于这个体位嘛 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子 为了找到羽族老大触角怪 中二并发索 故意泄露出自己的行踪 然后触角怪果然找到了他们 丑八卦 我今天要跟你绝一死战 哎呀 胶珠被触角怪夺走之后 一行人决定去夺回胶珠 拯救九州苍生 接着 尼空空抓了几只龙当作骑 飞回天都城 上一次看到这一幕 我记得还是在阿凡达里 而这边 羽人已经攻进了天都城 并且已经在攻打皇宫 就在皇上差点要死在羽人手里的时候 王子殿下赶到救下了自己的父皇 而触角怪已经将胶珠塞进了天空之眼里 眼看着世界就要生灵涂炭 只要碰到胶珠的人 都会瞬间灰飞烟灭 这时顶着主角光环的尼空公怪力发作 抠出了胶珠 解救了世界 原来尼空公是当年打败羽族的英雄的后人 曾经得到过胶珠的能量 所以只有他才能把胶珠从天空之眼中拿出来 最后男主和女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好了 这部一群人靠死精灵王子 奥特曼 阿凡达 银河护卫队的电影讲完了 娘子看完电影之后 只想唱一首歌 这种感觉就像无泪红帝 导演是不是他妈有病 如果你没有想看的片子可以告诉我 娘子会分享给大家 我还是那个疯一样的娘子 爱你们呀 摸摸哒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 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我还在这一度 你不敢回习 我还在那里